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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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理他, 他上來吃餐 怎麼回來也不說話 你的樣子很累, 不舒服? 不是, 沒事 過來吃燒東西, 粥很漂亮 不用了 李宗盛 不要這麼見愛 我們好像一家人就行了 你知道哪條線嗎? 誰跟你一家人? 別以為上來吃碗粥就可以登堂入室 你節省點吧 我知道…慢慢來 不過我們要開始熟一下才行 你不要這樣 你中檔 你不妨礙你們了 你們慢慢吃吧 我先回房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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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 竹龙 我还有很多 有兴趣就找我 我 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 11月14日晚上12点03分 我是艾铁文 刚才我用这个电波的探测器 探测到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而且它的频率和人的脑电波非常接近 我就一直跟上天台 发现了这部手机 就是脑电波信号的来源 我现在尝试把手机接播到电脑上 说不定它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用科学的方法 可以跟人死后的脑电波 溝通得到 是 果然有反应 但它纯粹很微弱 为什么会这么微弱 脑电波 电量 电 我现在怀疑 脑电波的强弱 是和手机的电量有关 我现在尝试 将重电电流的电压加强 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我的推论正确 但它依然没有在楼梯政策的强度那么强 我要继续推大,再推大 我刚才在天堂那一格 明明我刚才在天堂那一格 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崖天堂? 是哪一格 我已经成功将信路推大 而且已经接近到 在楼梯政策的强度 我现在希望进一步 能与一股力量去沟通 我唯一掌握它 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 先前收到那封联马电邮 如果我用相同的联马排序方式 不知道它能不能收到呢? 哈佬 哈佬?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真的想到方法和我沟通? 哈佬? 那怎么办呢? 好, 继续试一下 一回应吧 好 你是谁? 你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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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了吗?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你认识吗? 好, 我以後就不靠這個Chip精叔叔 姜勇? 黃大龍, 你已經在公司取名佼佼鎮 所以你想想給我做甚麼?送醫血寶嗎 別這麼說, 阿May 我們以前都這麼轟烈 這裡還有很多… 死竹 要你說得很噁心 怎麼樣?說到底是想要錢吧? 我倆只會說錢嗎? 不過既然你開口就來 一口價, 一百萬 三天內沒錢收, 我就丟上網了 到網上收 你瘋了?我哪有這麼多錢? 你現在是大公司經理級 至少年薪也過百萬 你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少錢了吧? 我只是在馬車邊才能進到傲市 我不知道自己喜歡坐多久 你又殺了我, 你又殺了我 我黃大龍出名一眼關就一眼 我進去做雖然你很久 但我知道這間公司有多接近 每個見高就拜見低的菜 連最出名的、最糟糕的馬屁精 都貪遮前貪遮後喊你, 是不是? 他們不是給我面子, 我們給我面子 給我面子, 給我面子是經理 經理?我沒有什麼來經理的 那是Charlie 我和你一六級都是經理 但他們都給你三分 連最高級的那個 公司的經理Hugo都要射著你 阿姨, 我就知道你成功了 又扮謙虛 那你真的覺得我成功了嗎? 成功了 連設計部的衣服在肥蟻 都聽了你成功了 還有那個藝術家Michael 都聽了你成功了 這個位置天生是合適給你坐的 難道我真的剛好坐這個位置嗎? 總之你現在富貴 你富貴我, 阿閉藝 你就當幫我這個舊相, 舊相識吧 對了, 你身有屎 你在穿草, 你敢來搞我? 我真是走投無路 我才來求你而已 你瘋了, 你也瘋了 什麼?你想偷穿衣服的, 我怕你嗎? 傻傻的, 勒索我, 想拼我嗎? 什麼?我怎麼敢?我還要止於你的 至於你的相片 看不見人就見仁見智 這個傲視, 每個人都尊重你 證明你本身是半山區的料理 只不過當時, 你是時運低 非要不要認識我 你現在的今時不同的往日 高級市場就用貴卡之子 有一點污點也不太好, 對吧 你只要付少許錢 沒錢, 沒了它, 我繼續做你的美姐 到時不管Hugo還是Michael 都能當你純粹蒸餾水 那隻傢伙 你靠客?我客氣很大 總之我不管你這麼多 三天內見不到錢, 我就爆你糟糕了 你看我的樣子, 我需要貼頂 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你看 別走 有相片嗎? 你管理層來的嘛, 有錢營營的 34元不是營營的 怎麼樣… 你以前的女兒不說得笑 她的袋子都像幾塊東西 衣服沒有一萬也七八千 什麼? 當然了, 因為… 會吃的 真壞 那女兒, 以前想到我爆了 現在上我的衛生堂不升 是嗎? 美女… 真是像那隻死速龍港道那麼威風 一年前,一萬二元一份召集 也做不到,被人解僱了 今天白皮的一個月 住漂亮的屋子,穿漂亮的衣服 我那些袋子每次都挺皮的 每個叫你眉姐,眉姐 好像挺適合我 寫話了,孫頌媒,天亮了 什麼夢都發完了,是吧? 你吞你的又信 我只是在你面前裝模作樣 你底臉那種是替身來的 我真是白癡 不過速龍爺是白癡 跟我一樣都是這麼白癡 哪有一百萬 人呢?有都不給你了,麻煩你 我管得傲笑那些人怎麼看我 那些無聊人,任由他們怎麼搶我 怎麼被姜蓉這樣搞搞我 在Michael心目中已經是那些賤人 你喜歡飽嗎?飽…飽上去 你怎麼這麼早 好,處理我和你那些事 好,總之不是錢職 我和以前認識的那些老闆 就聯絡好了 他們對這個新婆娘很有興趣 賺錢吧,誰沒興趣才行 說好了,有好處就一起炒勸個市局 Hugo 不知道這宗大茶飯的詳細計劃是怎樣的 大哥,大陸人最終要說錯頭了 我們在西湖河邊 是一棟永不懂得傾斜 如果住在這座有名氣的大廈 現在又對著西湖 一定爆紅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近水流台 以我們的關係搞內部營透 拿著所有樓花 保住所有職業的單位 不論商場也好,樓花也好,保住它 好… 說明了,也就是把我們上次 偷公司的舊子計圖側的一千萬 就全倒進去刷樓花 再放風給那群老闆 等那幾棟人一口出來 就熬得很厲害 你知道,這些堅明一出來 國內人所說一定是巧合 到時候,炒兩炒,翻兩翻,炒炒炒 五十個開 慢著,五十個開?現在我不好 我們當然要一千萬 五十個開就成五億 好,行了 東西真是你已經明白 這是好端子 現在所有東西都安排好了 是欠個桃汁就搞定了 看麥龍阿世,你應該差不多了 他上次也說波子也快到了 明一屋子都走光了 我想不用再等一年了 那個…昨天有少許小插曲 怎麼會有少許小插曲? 有個組織嗎? 沒事…這些小插曲我自己要搞定 你顧好自己的飯就行了 放心 李哥哥… 快點跟進所有東西 好… 有什麼事? 大件事 什麼大件事? 檢查到很重要的東西 不是Michael分析了這個項目嗎? 與他無關,但又是與他無關 那最重要是與否與永不倒的傾斜 這個項目的事? 與他無關,很大件事 什麼事? 去年電死了的姜蓉,現在出現了 你瘋了嗎? 不是,去年你叫我進去建築設計部 的電腦系統裡面 說不知道要改什麼公式 之後又叫我漏夜還原回去 你知道了,武士系統的網絡系統 是採用Evernet Overpower的技術 它是通過轉換器,通過電線上網絡 如果硬要進去電腦 會引致電流的波動 我怕跳Fuse停電影響我的工作 我就在動手之前 做了一個快、狠、準的動作 然後我就嘗試進入設計部的電腦系統 果然影響到那裡的電流 我沒有管到電流增加,繼續Hack 當我終於Hack到進去 剛剛還原回公式的時候 沒問題, chewy,脫下來的電流增加 改靠你的電流增加,我們更加電灸 不知道 我要打電流增加,可以等待我 你會不會打電流增加 如果你會打電流增加,你要伴手 你會打電流增加吧 我不會打電流增加,我不會打電流增加 現在他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因為我超過保險掣 所以流田的時候感覺沒有跳動 他就電死了 無論如何, 不是我, 姜蓉他不用死 真是想不到一年之後竟然撞到他 又說什麼撞鬼? 我不是撞鬼 我是接觸到姜蓉的腦電波 又來了 他確實存在在公司裡面 我還跟他溝通董工, 是本事… 停 大歉, 聽我說 去年你沒有進入公司的電腦 我更加沒叫你做任何事 而姜蓉的死, 警察說得很清楚 是他用垃圾手機自己電死的 你不用這麼耐忌 以後不要在我面前再看姜蓉這兩個字 我知道 你對科學研究很有興趣 但研究還研究, 難道做正經事 我知道, 不過… 不過… 你有沒有跟我盯緊米開朗 查他的項目加成怎樣 我說的是今天, 不是去年 今天還沒查 還沒查, 為什麼要查? 知道這件事 對我和公司都是重中之重嗎? 因為我只顧著跟你… 不准提名那個人溝通 整晚查他的東西 我馬上去盯緊米開朗 快點馬上去… 有什麼消息, 馬上通知我, 知道嗎? 傻傻, 誰叫我所有事都要靠他嗎? 好可憐 進來 其實… 你先說 你先說 其實昨晚那件事… 其實昨晚你有點誤會了 我沒有誤會 不是,有些事情我真的無法解釋 你也不需要解釋什麼 我今天叫你回來 我只是想跟你說清楚一件事 你說吧,我有心理準備 我們的合作關係 就是要搞好這次這個項目 是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 但是昨晚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想再有任何糾纏 我是要盡快完成這次這個項目 你…你聽我說了… 這件事已經拖了三個月了 始終都要完結 對的,我們兩個都始終… 其實沒開始過 我只是想跟你說清楚 我們這次這個永不倒的傾斜的項目 我昨晚已經完成了 驚喜… 自然搞好所有的圖 連司公、程序都能解決 自然是你 這麼劈手的事你都搞定 還有什麼你搞不定 一口一口 今天真的很厲害 設計簿真的很厲害 厲害… 我昨晚收到你的訊息 還以為自己犯夢 原來是真的 幫忙 快點去慶祝… 去哪裡慶祝? 我先去等一等 我們的項目還沒完成 我們同一項目 對了,我們還要最後檢查 否則又會被人說大頭欺負 自失魂是你 上次寫漏的小數點 救他? 你這張梳圖… 你寫漏的嗎? 你寫漏的嗎? 你怎麼寫我一次? 不是,一定是死我 不是,一定是死我 鬼 鬼 我也有話要跟你說 謝謝 Hilgo叫我去上班 謝謝 很好,雖然昨天發生了一些事 不過大家都是成年人 沒有影響大家的工作 你真是專業 昨天的事沒理由看不見 不過我可以解釋 最重要是我們用冷靜的手法去處理 應該不會影響我們成年人的行為 我意思是 不是我們成年人的行為 因為成年人喝了酒,你知道吧 會很困難的 有字的事要嚴重,對嗎? 那你覺得昨天的事是幼稚的事 還是成年人的事? 怎樣都好 我覺得已經不再重要了 對,最重要是個項目 對,這裡是公司 我們三個是同事 你是我上司 而他也是我這個項目上的伴侶 但是公司以外 正如阿May昨天所說的 他只是當我是同事 但是他跟你 就不僅僅是工作關係那麼簡單 好,我明白 成年人應該是公司分明的 以後就公事公辦 總之我不會因為見到你們昨天的事 而受到任何影響 這個項目我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那最好,至於以後呢 以後的事才算了 好,那我現在應該著手 做Pro Z這個項目了 還不可以 以前Jean在這裡的時候 她會幫我做最後檢查 現在Jean不在這裡 我要親自再做一次最後檢查 做最後檢查,要多久? 兩天 兩天?阿May… 阿May,這個項目明明弄好了 為什麼做最後檢查? 他要檢查,你就讓他檢查吧 這個項目這麼大,檢查清楚也好 那倒是 不過這樣,因為昨天發生這件事 他情緒很不穩定 你也知道他很小孩子的脾氣 他要檢查的話,一時心煩 一檢查就越檢查越多事出來 再檢查就越來越多 然後要項目重來過 那時候就糟糕了 這個項目已經解決好了 不再動他 這樣吧,如果我跟他說 他一定不聽我說 你跟他說比較方便 就這樣決定 他就不成功了 他就這樣說了 他就這樣說要做 他就好,不成功了 他就好嗎? 他就好嗎? 他就好不成功了 他就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出來?你能出來的嗎? 你聽到我說話? 那你告訴我, 你怎麼才能出來? 結束了… 結束了… 要充電, 電力不久? 我就在充電了 難道電流不夠勁 要充滿它才能出來? 是嗎? 有沒有人?聽到我說話? 有飯… 好, 慢慢來, 不要急 一步步來, 千萬不要出錯 好, 記錄下它 好… 要什麼? 明姐來了… 還好嗎? 還好嗎? 明姐… 明姐來了 關以… 明姐行不行? 行 明姐, 你吃這麼多薯片? 又說三哥說成 我… 喂, 明姐 你別吃這麼多朱古力, 你是醋的 待會兒記得喝涼茶 收到了 May姐, 那我是不是不好吃? 你吃蝦就敏感 除了這些魚肉燒賣, 找一隻蝦都沒有 吃吧 公道, May姐 你真不是 是真的, 什麼不真的? 有時候你說的話真的挺有道理的 你看看May姐的技佬 關心我們的健康 這次的項目, 沒理會 我們都搞不定 搞不定 簡直有你出現 我才有今時今日這樣的成就 你和Mito 簡直就是神雕合女, 雙劍合璧 拯救我們這群在創生裡的賤民 所以我個人認為 May姐, 你也應該興奪一下 整支隊 整支隊? 隊這支, 隊這個 好… 整罐隊, 來, 請… 來, 乾… 我經常罵你們三個東西 有沒有覺得我很餓? May姐, 你餓得來也不是很餓 但是逼迫我們, 你自己也會放鬆 你簡直是收放自如, 高人 有時你真的令我很害怕 有時令我好笑, 有時令我害怕得笑 但是坦白說, 你會管我們 但是同時你也會跟他們瘋狂 所以我很喜歡你 May姐, 用你來拆鞋嗎? 東燈世上誰選擇挑戰我們May姐? 不… 那偶爾也會拿我和以前的 委託管理人員給一下吧 神經病, 你好很多 我意思是姜姐的人比較嚴肅 大家都知道, 她也不會跟我們瘋狂 說得對吧 但是你記不記得有一次 你說請我們吃飯 但是結果你也沒有請我們吃飯 所以有時你會害怕 但是姜姐, 不會 什麼沒有請到 不是上次請你吃診記燒美飯嗎 是, 我們逼你, 你就請 逼我 最後也有請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 你還是比姐姐好 你沒那麼要求高 好嗎? 我嚇死你的肥皂 我什麼不孝? 你懂得中文嗎? 你知道不孝怎麼寫嗎? 我說做上司而已 又沒說做姐姐 做老婆另計 你這樣吧, 你好 沒想到他們三個真心尊重我 當我是信不過的上司 來吧 來吧 你在做什麼? 最後檢查 為什麼拖了一年的事 你可以一晚做完? 你要做的, 又應該也要做 所以你今天跟我說 你不想再糾纏 想盡快完成這個項目? 是 我發覺有些事情 不是自己想像中這樣 既然是錯的 你不會再拖下去 不如快點解決 其實你可以聽聽我解釋嗎? 你不用說, 我也不想再聽 我也是成年人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已經很冷靜地去處理了 如果是對的, 就完成它 如果是錯的, 就糾正它 那就沒問題了 你就是不夠冷靜 你看見我和Hilgo在一起 你就認定我們是一起去嘟嘟的 Michael, 成熟一點可以嗎? 事情不是你想想的 我現在已經很成熟了 我已經用你們所謂的成年人方法 去處理你們的事 公事公辦… 這裡是辦公室 麻煩你只說公事 好吧, 只說公事 那為什麼我檢查過的事 你要再檢查一次呢? 我覺得有需要 而且Jean以前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她怕我一時會看漏眼 而且這是我們整隊隊一向的做法 又是Jean 姜蓉她走了, 她不在了 我在這裡三個月 這個項目我從頭到尾 為什麼姜蓉檢查的事 你就不用檢查多次 但是我檢查的事 你又要檢查多次 是不是在你心目中 我永遠都是她的替身 我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我做的事, 你不相信我? 什麼替身? 你只不過是坐這個位置 沒有她那麼久 如果當初你覺得 我不適合做這個位置 你根本就不應該聘請我 我不是她 我是我, 我是孫淑梅 我們現在才是拍檔 我才是你的隊伍 做拍檔應該是互相信任的 為什麼 你從來沒當過是你的拍檔? 所以我根本做什麼 我說什麼你都不相信我? 好, 既然如此 不要再拖下去 我馬上就解決了 她已經準備好了, 我相信你 你們拿去吧 阿飛, 你真的沒令我失望 多難搞的事你都能夠解決 現在永不倒的傾斥這個項目 可以含不含去馬 你知道嗎?多兩個時間, 差很遠 幸好你能夠說服Michael 現在你真是立了大功 你說這些這麼大的日子 可以維持多久 其實真的很難說 之前我們除了每晚都在職業 你看看現在我們有時間打球 我真的不是很習慣 你是不是瘋了嗎? Michael說不用檢查就不要檢查 你還在胡說話 對我說 Michael和May姐的臉孔孔 肯定是有些事情的 你覺得是嗎? 打就打 這件事很爆料 什麼…你看看 貝尼尼國際建築大獎 今年的得獎作品 被人揭發是抄襲的嗎? 原作者還說要告他 是呀, 大仔 我看看其他光臨, 他在說什麼 鑑於貝尼尼國際建築大獎 爆出抄襲醜聞 評審委員會決定褫奪得獎人 馬洛拉多夫的得獎私駕 國際知名建築師貝一鳴 Mr. Raffel Sancho Mr. August Rotten 一起召開記者消毒會 這次的事件, 我深表遺憾 我們評審委員的成員一致決定 將會邀請入圍 最後, 評審階段的建築師 重新提交他們的作品去參賽 被選中的作品 將會建成貝尼尼博物館 太好了 貝尼尼大賽真的會重賽? Michael… 這次行嗎? 是呀, 獎子繞個圈回來送給你 繞個圈?你想想 如果上一次這個模型沒有倒塌 我們一定會獲獎 不是呀, 這次糟糕 你說什麼? 我們不是剛剛搞定 那個永不倒的傾斜的項目嗎? 是呀 但是公司又協助了 在杭州起的商場年豪宅 參賽規則是不可以有商業成分 是嗎? 的確是有這個規定的 就是不可以一稿兩頭 那…那怎麼樣?Michael 你又說想用你在杭州建樓 但是同時你又說想拿獎 在北歐建的博物館 那你應該怎麼辦? 無論如何 就算了, 全靠你速度上整個程度 這次對你、對我、對公司都有好處 簡直有三贏 說真的 我沒想過Michael會這麼快完成我的項目 所以就說你去吧 好 如果沒有你 怎麼推動Michael在三個月之內完成 我的計劃怎麼好 都要你幫忙執行了吧 我跟你真是好合夥 不過我怎麼算 也算不到你又激張化這一招 連我也算了 原來你有心氣他 其實昨晚那件事… 我明白了 你知道他不能順悅 所以要極度激張化才能夠發焚 所以你昨天落重藥 不介意表達我和你之間的關係 當他沒有男人的專業 這件事我真的想不到 但果然有用 一晚之內就交到這個項目了 來, 喝杯喜足 你這麼好戲 在限期之前完成這個項目 那三百萬方案你真是應得的 什麼時候一起再去SPA 這次應該輪到你聘請了吧 麥先生, 你有事找Hilgo嗎? GSS Architects Limited Kathy, 你說 好, 鄉君到來 來, 來 你好 Hilgo, 布莉莉評審委員 打長途電話來找你 我搭線進來給你 好 是, 我知道 我想我們暫時都不會考慮 就是有什麼需要? 好, 那讓我安排一下 好, 再聯絡你 好 什麼事? 上次貝莉莉參賽的作品 被人發現他是抄襲 現在想叫Michael去參賽 好, 這個是Michael一直的心願 我拒絕了 為什麼拒絕呢? 因為永不倒地談邪影, 世成邪虎 不能回頭了 我所有關係都打好了 不是, 合約都簽了, 無法退退 但是, 這是難得的機會 你… 這樣才麻煩 現在的本一鳴 說要親自跟他談 要聽聽他的個人意願 還有整個評委在等他 你也知道 參賽的事不一定贏 如果輸怎麼辦? Michael更加失落更加失望 到時候就失敗… Michael應該成功了 參加這麼多年的比賽 你知道嗎?好知道公司 有多少資源和時間嗎? 在杭州, 你的永不倒地傾斜 他又可以出名 又可以賺大錢, 何樂而不為 總之你聽我說 絕對不能讓Michael再參加這個比賽 立刻這樣 三百八王立刻寫給你 沒問題, 你是個聰明女孩 你一定會賺大錢 來吧 進來 背你來評審委員會那邊等你答覆 你想得怎麼樣?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一直以來的心願, 是嗎? 去年如果不是因為我 我總之會支持你的決定 你說完了吧? 那你真的要參加比賽嗎? 你要想清楚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決定 Hilgo, 背你來那邊 我已經入了決定 我想你替我召過視像會議 我想親自向他們交代清楚 姜蓉腦電波出不了 因為手機受過震盪 電容耗損, 電池老化 原先5屋850噸的電力 已經搏不起手機 幫不了你電池波充電 如果硬來召 又怕會召死你的底板 到時候就更壞 不過不用怕, 有我這部 超次元量子調和器 精密準確地調整輸入 幫你充電 你就可以夠氣夠力出來了 好, 解決, 充電 現在調升電流量子 輸入充電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97 6.9 我出來了 你出來了, 太仔細了 我要拍下她 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 我在你旁邊 在我旁邊?沒有… 哪裡… 算了, 你根本看不到我 可能我們的頻率不合 金小姐, 你留下我們慢慢研究 不行,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我回來再和你聊 自己是否有的 我好… 我好… 做得到更久 即使有更多人的時間 目前為止。 這裡可以做出大件事嗎? 有人要做出大件事嗎? 有人會這樣說不定嗎? 你好也想做到… 桿桿桿OT已经